滨州民政党第一副主席胡洞强今天对医疗城计划大唱反调 抨击州政府在没有公开招标的情况下变卖土地 事宜当中是不是藏着不可告人的利益关系 对于海外公司在这项交易中似乎可以豁免公开招标 也让他大为不满 认为双重标准和差别待遇根本就是黑箱作业 这项大型计划也遭遇民间的反对声浪 附近居民坦言虽然目前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但担心州政府可能会再次买地 到头来他们可能会被迫迁出这个出生老死的土地 没有办法因为这是政府的地区 我们不能做什么 就是这样 我们反对也没有什么作用 既然他也卖去了 我们只是村民罢了 不可以做什么 他们只顾自己 我们人民没有得到什么 本来是以民为本 现在就是以自己为本 附近居民一脸无奈地表示 很多居民从出生到结婚生子 几代人都住在这里 就是因为冰岛的物价太高 无法随意搬迁 如果真的有一天当局一声令下要清空土地 他们也不知道要何去何从 这个属于兵州政府的地区 兵州人的地区 他变卖给了集团 所以这个 是因为冰岛的地区 我们需要冰岛的地区 然后把冰岛的地区